兰花生根最重要的是什么 相信很多花友都弄错了 咱们先了解一下植物生根的原理 然后才知道如何不花钱 让植物庞大的根系长出来 而且方法简单 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你也能成为养花高手 而且这个方法家里面的所有花卉粒子都是同用的 大家记得先点赞收藏 植物生根最主要的元素是氧气 土壤中的氧气含量达到15%以上 根系就会发达 低12%根系就会长得缓慢 低10%根系就会发黑 低8%根系就会死亡 所以想要植物根系庞大 首先要解决土壤中的氧气问题 我们用这种生根剂和肥料 它所起到的作用是锦上添花 血中送炭的作用 因为本身有些兰花出现僵苗了 我先低了 用生根液可以激活它的根细胞生长 能让它快速长新根出来 达到暴涨的一个效果 那增加土壤中的氧气 方法非常简单 那就是用这种颗粒土 这种颗粒土它有多种材料组成 像我用的这个就是按照黄金比例调配的 六种材料组成的兰花中用资料 当然了大家需要这个配方的话呢 可以关注我 在视频下方留言区留言 我也可以给这个配方给大家 这种兰花质料呢 它透气性好 它的根系自然就发达 本身兰花洗水 如果土壤的透气性透水性不好的话呢 容易积水 那么它就会烂根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坏友 养兰花不好的关键所在 大家学到了吗 学到了就点个赞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